好球,就喜欢看火箭打中弹 目前黑球被锁住,可以单叫的横球只有三颗 看一下火箭如何选择 白球下来之后 粉球还是篮球 选择打粉球 粉球摆回点位,那么这局的话难度再一次增大 因为粉球和黑球都被锁住 选择打完球 低杠K球,好球 真是霸气 被带出来四颗 目前只能是围绕篮球或者是上方的低分值彩球来过渡 这不仅需要细腻的走位,还需要非常好的准度 所以火箭要尽快把黑球和粉球解活 高杠两枯上去 撞到篮球 目前右上方还有一颗 角度稍微向下 被带出来一颗 所以这样的球形还是尽快K球 非常的漂亮 这一颗K球之后 基本上是可以宣布比赛可以结束了 大家可以数一下这局所见打了多少次篮球 附近的通过篮球来调整 火箭 简化台面的功力太深厚了 非常犀利 打得也是非常快 之前有很多球迷问 有没有历史最低分的青台 就是一直围绕黄色球来得分 这个目前还真没有 因为难度非常大 也没人愿意去尝试 火箭打到篮球是破败 这就是蓝的走路 没打进 有点可惜没有破板 当时这局处理台面的功力 确实很强大